我们今天的确定病例数 那病例也是持续在增加 那本土的病例有1626 那有两例死亡的个案 那境外移入101例 那因为这个个案数 到达1626名 那有很多的县市都已经启动了 居家照顾 那我们也要求在还没有启动的 在一周里面要来启动 在各县市都要启动 COVID-19确诊个案居家照顾的管理 就是全部都要来启动 那从4月20号起 我们调整了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 的相关的检查的数的频率 基本上在居家隔离者 接触者经医调匡列 安排一次的快塞或PCR 基本上是以快塞为主 那PCR作为确诊之用 那中间会提供 有两个快塞 一个是在第10天的时候 那做快塞用 那另外一支是在中间 在隔离的期间 有症状 或者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时候 有症状都可以来使用 那居家检疫还是进来的时候 在第0天还是做PCR 那在第10天 那也会要做快塞一次 那中间还是一样 会提供备用的快塞 让他出现症状的时候 可以来使用 那新增的两名 两名的 本土的死亡个案 那一例 是90多岁的男性 那是在发病 4月13日 发病 那确诊至4月13日 4月14日 那有打过3剂的疫苗 那他里面 他最后是 在有癌 他本身有癌症的病史 心脏筛节 慢性肾脏病史 那有使用瑞德西韦 那另外一位 就监长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新北市 这位两岁多的小朋友 就已经过世了 那我们接受这个讯息 我们当然都深感不舍 那不过整体医护人员 或我们的在双合也好 或台大也好 这些专家都尽了很大的力气 那整体当然有需要 我们大家再来检讨 改进的地方 那明天 明天我们下午 要来请额科 额科相关的专家 大家来召开 那能够不管是从送医的指引 或相关需要注意的事项 都会做讨论 那讨论出来以后 再跟大家来做报告 部长刚提到说 亲证的居家照护 要在下周全部上路 那部长前几天也有提到说 居家隔离者可以叫外送 可是现在有民众投诉说 社区公寓的管委会 不让外送员上楼 因此食物没有办法送到家门口 但是管委会说 除非指挥中心开放 外送员上楼 否则不开放外送员进来 民众投诉 当地的里长也说 他没有办法天天去帮忙 请问是不是有一些解套的方法呢 外送员上楼 那本来这外送员这个 好像也不是跟疫情有关嘛 不过我还是建议 基本上大家还是将心比心 那被匡列的人也没办法出来 那外送员本身来 只要做了一个适当的登记 那对于大楼或是公寓 也没有一些相关的风险存在 所以大家还是要往这边 就给大家一个方便嘛 要不然你要逼得这个确诊者 跑出来拿大楼或公寓的风险又更高了 那不过我们大概会跟相关单位来研议 那怎么样大家比较能够有一个 基本的指引可以来遵循